好 我們來看一下 您也這樣吃嗎 今天有什麼好吃的秘訣 要來跟大家曝光的 我現在後面 一個是泡麵 一個是年糕 好 我們先來看年糕 其實過年之後 很多人家中的冰箱 你總會有一些年菜 還沒有吃完 那其實年糕 就是過年拜拜必備品 那有一名網友 他就PO文 他說蓋了一個年糕樓 就詢問大家 到底要怎麼吃掉年糕呢 好 貼文一說 果然釣出了許多高手 他們都來傳授 他們的祕傳食譜 那許多網友就分享了 你可以試著嘗試酥皮 或是你可以夾起司 一起下去炸 那其中不少網友 推薦的一款是什麼呢 你可以包餛飩皮 有沒有人試過呢 好 他說用餛飩皮包 其實很好炸 而且超級酥非常好吃 讓不少人看了 這個食欲大開 直呼真的好想吃喔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您是不是也很想吃呢 好 再來我們要看喔 剛剛的另一道美食是什麼呢 泡麵 好 不少人呢 其實吃泡麵會加一些 自己的料理嘛 可能加個蔬菜啊 或是蛋嘛 那有些人也會加起司啊 然後來讓這個美味升級 但是就有網友發問來問囉 好 這個泡麵呢 裡面呢 我們就把它打開囉 雖然我現在沒有要吃 因為我吃這個 我會拉肚子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打開 但是我打不開 好 打開了 好 通常裡面呢 你不是就會有這樣子的調味包嗎 有沒有 然後呢 還會有一些醬料啊 還有一些粉嘛 就是要給你加進去的 好 現在就有網友來詢問喔 這個肉塊調理包呢 你是要先加還是後加呢 因為他和他的爸爸 這個意見不同啦 所以他就要來趕快問大家 大家是覺得泡麵這種熟食調理包 要先加還是後加 好 所以各位網友 可以來告訴我們一下 其實這位網友 他都是把這個調理包呢 跟熱水一起沖下去泡的喔 所以就等於全部都加完之後 再去加熱水 但是他的爸爸是覺得說 你泡好了泡麵之後 你再加進去 那天文一出就有人呢 是後加派的喔 他們就強調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你要預熱調理包喔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加了熱水之後 你把它蓋在上面 就讓它這樣子 簡單的預熱一下 還有人說呢 你先來拿來壓泡麵 不就熱了嗎 然後還有人說 這個壓泡麵之後啊 其實味道就會比較濃喔 好 所以各位的網友 你們是後加派的嗎 還是你們的這個泡麵肉塊調理包 是先加的呢 好 所以老套現在很多人是推薦的 你後加的話 你這個味道會比較濃喔 而且還要蓋在上面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告訴我們一下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回來看到 有知名的Youtuber 他們日前呢就拍攝影片喔 他們就推薦了 十一家台北的拉麵店 好 沒想到這個影片一上傳呢 就造成了一波吃拉麵潮 好 有拉麵的店家喔 因此呢 萊克數是暴增了三成 那顧客為了要吃上一碗拉麵 排隊都要排一個半小時 也意外地帶動拉麵之亂 噴槍大火炙燒 叉燒肉片瞬間金黃 煮拉麵另一個好看的 就是在麵條的熱鍋裡翻腾 師傅撈起來用力 涮乾麵條的那股勁道 最後將醬油和豚骨湯底混合 熱騰騰的拉麵 擺盤上桌 帶黃色濃郁湯頭 夾起麵條Q彈有勁 就是這一位讓老饕愛不釋手 有等過半個多小時到一個小時都有 還滿長的 所以我都挑這種時間 就是比較沒有人時間 20分鐘吧 下課來這樣子 對 然後吃飯 這家拉麵店會突然爆紅 全都因為知名YouTuber 來到店內拍攝 讓店內業績翻倍成長 這零下午冷門時段 店裡也是半客滿狀態 沒有在家裡 20%左右增加了 20% 30% 家庭是豚骨醬油 是最推薦的 那是辣烤的拉麵 是最推薦的 把白飯加上丼拌醬 蓋上泡絲海苔 就是這家拉麵店的獨特吃法 爆紅的不只這家 像是乾杯系湯底 豚骨湯底 或是雞白湯底 或想要煮乾系 特質系 濃湯系等 每家店都有各家的特色 一共11家都因此爆紅 從店家還沒開門 就有人潮一路到天色都黑了 還有人前來 這家拉麵店每天要吃到排隊 至少要一個半小時才能吃到 這次的YouTuber拉麵之亂 意外帶起拉麵熱潮 記者動物劇草詹仁 台北下目到 iel宣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